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给大家介绍下中国建设的几座大楼 上海中心大厦项目高度是632米 层属是118层 是目前中国第一高楼 在世界高楼里排第二 2017年4月26日 位于大楼第118层的上海之巅观光厅正式向公众开放 游客可以在大厦上面 就能观看整个浦东金融圈风景 深圳平安金融中心位于深圳市福田商业中心区地段 高度592米 刷新深圳新高度 目前是世界第四高楼 是平安集团自筹资金100亿元人民币建设 是一个包括办公 商业会议 观光 交易等功能的大型商业综合项目 广州东塔由香港周大福集团直接投资 耗资超100亿元人民币 楼层高度是530米 目前世界排名第七 是一个极超五星级酒店 极餐饮 服务室公寓 甲级写字楼 地下商城等功能 于一体的综合大楼 台北101大厦高508米 是台北的著名地标 目前排名世界第八 独特的灯光设计和夜晚观光配置 吸引大量游客到台湾旅游的必到之处 排名第九的 还是上海的高楼 高度492米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总投资高达600亿人民币 被誉为是最贵大楼和最安全大楼 最后一座高楼是排名第十的香港地标 香港环球贸易大厦 高度是415.8米 顶部设有独一无二的豪华六星级酒店 对面是香港著名的维多利亚港 之前世界高楼数量最多的一直是美国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市化的重大建设 2017年中国将拥有802座高楼 而美国只有536座 到2022年将拥有1318座 而美国是536座 几倍超越的数量稳居世界第一 今年无法有国家能赶上 小编想问问小伙伴 对这摩天大楼有什么想法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